大家发现德哥不见了 泰山说德哥走了 德哥走了 小孟不相信 泰山说德哥走了 把事情交给他全权带领 走之前他嘱咐我们 说我们这次生意 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 由我全权代表他老人家 在经过了德哥事件后 泰山终于相信了紫月亮的身份 请求紫月亮与大黄取得联系 在警方的案子配合下 小孟把大黄的电话告诉了泰山 确认大黄安然无恙 泰山要大黄上路开始准备交易 你就赶紧动声吧 我在这儿等你 好 拜拜 警方设法查扣了大黄的两辆车 这两辆车嘛 先断了个后路 车给扣了 酒后驾驶 你们这会儿喝什么酒啊 排辆车呢 在我哥们那儿呢 随时用 把电话 咱那车 怎么了 丢了 大黄没法上路 天天与大黄在一起打球的卧底小瑶 趁机茅碎自荐 顺利加入了大黄的车队 得 我跟你去 好 那这么着 我先给你收拾一下 一小时以后咱们偷偷偷偷 放心吧 我先给你收拾一下 我先给你收拾一下 我先给你收拾一下